接上次视频 再给大家分享两种鱼钱的做法 非常简单一看就会 鱼钱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食用碱 接着加入一勺玉米面 再加入三勺白面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揉成这样的菜团 菜团成型后我们继续揉一揉 把菜团揉搓均匀 感觉有一点偏硬就好了 这样做出来会非常好看 接着揪下一块菜团 像鸡蛋大小 这样更容易蒸熟 大拇指抠出一个小窝 这样一个鱼钱窝头就做好了 做好的小窝摆入蒸屉中 起锅烧水 水开放笼屉 开锅蒸10分钟即可 正好打开锅盖取出来 现在做第二种鱼钱饼 鱼钱里放少许面粉 加三个鸡蛋 盐搅拌均匀 热锅凉油 油烧热下鱼钱壶 用小火慢煎 第一面定型后煎另一面 煎熟 煎至两面金黄 出锅改到三角形 或者长方形 改好后码入盘中 撒上椒盐 脆花上菜 菜品每天更新 请大家点赞加关注 在后掇材料 链支 火轿 煎炸 油烧